總算是下班了 下班了 但是樣品也不能浪費 我們把它吃完再回家 我現在都沒有時間做飯了 所以我每天都在公司 看公司有什麼樣品吃什麼樣品 我現在每天就是在這裡死客 因為我已經做直播帶貨做十個月了 我做十個月直播帶貨都賺不起來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 就死客 因為我們沒有退路了 哈囉大家好 現在是1月6號的晚上 凌晨12點40 我剛下播 你猜我現在在幹嘛呢 我在微波爐這裡 因為我剛直播的時候 我不是在直播間試吃重新小麵 還有試吃白相的小籠包給你們看嗎 就是我重新小麵才吃了兩三口沒吃完 然後小籠包蒸了一樓12個 還剩下6個沒吃完 沒人吃啊很浪費啊 所以我把它加熱一下 我把它打算吃完再回家 如果都沒人吃太浪費了 勤勞節約愛吃食物 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的 總算是下班了 下班了但是量品也不能浪費 我把它吃完再回家 以前我每天都自己做一個盒飯來公司吃 但是因為我現在工作時間太長 就好像八點就起來了 晚上十二點半一點才下班 我現在都沒有時間做飯了 所以我每天都在公司 看公司有什麼樣品吃什麼樣品 我現在每天就是在這裡死客 因為我已經做多多帶貨 我做十個月了 做十個月整個帶貨 我非常期待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死客 因為我沒有退路了 我們就是把更多的時間在這裡 每次都有人問我 有沒有男朋友 有沒有男朋友 不是我不早 是我下班的時候 不要這樣有男人了 這街上連人都沒有 因為我下班的時候太晚了 就是這樣 好累喔 加油加油加油 流樂園2023 一定要買房子 加油加油加油 我好累喔